市貿易客人 歡迎大家收看《那思年》 離聖才能辦到搶薑 我是貓、 vrij我們的主持人 你是ición頬 我是相似的年輕人 你當然帶我先辦出開場白 你別搶薑 這麼快搶 今天我們都要配搭他 你看看我們穿衣服的顏色 博士很少見七十多歲的年輕人 這麼有型的 牛仔裝 沒有夾的 我何時跟你夾 有些人問我們這個節目有沒有夾 我夾毛 我怎知道他想說什麼都不知道 最初想說一下 除了第一輪我們有夾什麼呢 我們說那些年先說你以前 自己夾水的時候 幫警察收規的年代 暗中的光明 警察是警官 警官 我們簡稱警察 警察無靈 我們不會貶低你 警察只是代號 那些有力人士 其實這是犯法的 博士說這個暗中的光明 那一陣子我們全部都是說這些 說警察怎樣夾水 好了 接著又說很多警察的故事 那些年紀的故事 當年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說說其他那些年紀 其實這位博士今年幾十歲 在江湖幾十年 黑白道上周圍都有朋友 不像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三分顏色上大紅 不確認自己當自己是皇上 但出去人都不認識多個 那些到最後是註定失敗的這些人 但好像博士那些不同 大哥說財金他也可以 說黑社會他也可以 說警察他也可以 今天我們又說一個題目 都是他才可以說的 當然這些你以為幾百科都找到的 我們又說過很多次 就要說三浪案 但我們有沒有認真去夾過說這些 然後去準備資料 我就沒有 因為我是主持的 我是年輕人 我是下巴 等於那些人留言 經常踩救我一樣 大哥 我當然要駁一下嘴才好看 對嗎 博士做這個節目 我們當然是 將他放在最高的位置 你吸引多些人看 所以你就不用留言 駁我 我就是這樣 你不對就不要看 是嗎 交與費 你踩我來捧博士 這是我駁的做法 我告訴你 說就說 我們不怕這些 我們是有那句說那句 不懂我就不會說 所以多數都是博士去發揮 我偶然會回答 好像日子 我只是回答句 多數都是記錯的 所以節目本身 就像博士所說 我們也有些溫固之身 有些教育意義 他經常說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 今天就說三郎案 三郎案是十大奇案 麗的電視時 麥當雄也搞過這十大奇案 他排最第一個是十大奇案 還有電影也拍過 對 鄭則士、肥Ken 肥Ken也拍過兩宗綁架案 有帶來黃德輝 很多內幕的人不知道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說三郎案 很多人都不知道 當時三郎案 即是三郎被拘捕後 定罪後 到最後上訴到書物院 都打不甩的時候 到最後就是要量頸 要量頸 要量頸 要棄絕身亡為止 現在你知道香港沒有死刑 有少許枉死 你也覺得他枉死嗎 因為我們支持內幕 好,所以我們今天會 等博士說三郎案 好,現在你說了 開場發就說完了,好嗎 今天主題叫天… 天官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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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憑這句話 收了50萬贖金 收哪個50萬贖金? 他有兩個,一個黃應求 一個黃釋斌 一個黃釋斌 他因為第一宗… 即是他父親被綁架的時候 就有錢收? 綁他父親才收 他不變了一個疑點很大 他第一次有個背景 當年的歷史 因為要說清楚 他三郎 我其他幾個不認識 是認識其中一個 認識到魏秉堅 教車師傅 教車師傅 在哪裏認識他呢 1960年9月認識他 1960年 現在真是… 但他在59年幫架 即是當時做了案 還未有人知道 查不到,又出了個案 因為我記得 59年就綁黃應求 61年就綁他父親 但他59年破不了案 人跡也沒有 他父親說不給贖金 警方最初出了1萬元暗花 後來出了4萬元暗花 是歷史最高 因為當時的年代 4萬元很多錢 很多錢 買了兩層樓 59年了 買了很多層樓 兩層樓 兩層樓 沙基灣買多點,沙基灣便便宜 這是1959年 1959年 60年前 60年前 我認識李政堅是1960年 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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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歲 十七歲 在何文田街認識他 那間帝國車房 42號 李炳堅介紹很多明星為地政車 原來他除了做教車師傅 因為他跟馬廣燦熟 馬廣燦在片場打拋 周圍有明星要化妝 與化妝為主 主要做化妝 主要做化妝 但他的花名 馬廣燦叫做癡壽癡 沒有人癡壽癡 癡壽癡頭套 癡壽癡後期 原來他的臭小子 住在九龍城福禄村道 人家知道他化妝 又癡壽癡 就是九龍城那條脫衣帽 那些女人又找他癡壽癡 所以癡壽癡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李炳堅認識他 原來以前那些明星 真的沒有警 有些有錢 但有些真的沒有警 現在也是 很懸殊 紅便有錢 三間半夜拍完 那時香港香港沒有的士 很少車 在市場上 通街擺車都不會抄牌 李炳壽癡師傅 馬廣燦找他 你反正也是 你傻傻傻傻 那些明星仔 那些演員 下班就叫你來 載他們走 就賺錢 原來癡壽癡堅 兼職 就載那些片場 那些明星演員 接送 除了教車之外 除了教車之外 就這樣識馬廣燦 識馬廣燦 馬廣燦收回水 收回溶 例如當你車 那時候又去邵氏 又去華達 又去千水 其實他又做教車師傅 又有這些兼職 應該找到吃 是嗎 找不到 剛才說完 一彈倒就一死 他住在大坑東 建叔 為何我那麼記得這個人 因為當時我們小孩子 在車廊整車 他拿車來整 最懷孔是他 一交車 我們現在上手拿威士 在他面前揭玻璃 搓來搓來搓去 搓繩 搓繩 為何他繩了最多 他不知為何有甚麼 有很多小鈴 很多小鈴 那時候還沒有一元 很多小鈴 有五鈴 那時候是一鈴 開始有小鈴 但一大堆就說 師傅 多謝多謝 那些應該是蠔子 有五鈴 五鈴 那時候是斗零 有很多小鈴 有十鈴 有時候繩我們很復老 除了繩那些師傅 有下午茶叫來喝 然後又洗碗 你繩十元很多錢 很多錢 那時候有個月十元 真的 我薪薪也十元 你也繩十元很多錢 我薪薪也十元 即是說小鈴 薪薪也十元 是吧 因為是學師 學師十元 那些是可以吃的 有…包食叔 就是 但在何文言街 因為他… 很厲害 你當時做車房學師 然後去駕Banny 哈哈 一人吵你 一個田一個地 那個行業很奇怪 真是最多貴人 就是車房學師 因為逢有輛車 也有兩元錢 那時候就是 是嗎 那個年代 你認識真的差不多 全部都有錢 很有錢 那時候你記得買樓 八、九千元一層 我記得買一輛希露蜜 1960年 有九千多 厲害 為何買一輛希露蜜 也有九千多 因為買一輛車 現在也是 現在買一輛希露蜜 很漂亮的 也有六百多萬 那就買一層樓 但那時候也是 但現在買不到一層樓 現在買不到 可能買到居屋 可能 危兵堅那輛車 叫P-Vet 現在我上網搜尋不到這輛車 Fork的P-Vet P-Vet 沒有 是教車的 以前 即是用那輛車來做 是教車的 是四門的 但以前教車 車種不多 因為咪拿最多 你學車學哪一種車 我不會開車 你不會開車嗎 我學車學咪拿 那時候 阿堅叔他們那些 我記得他那個 教車師傅 是三元一個小時 十元三個小時 但到我學車的時候 我1963、64年學車 就是五元一個小時 現在大問題 現在學車很貴 那時候五元一個小時 怎會 計算通脹 計算錢的價值 我想都差不多 是吧 你幾元雞那時候很厲害 那這些有難度 好 但我… 李偉是馬江燦式 三年後當然有合計 如何攪拌世界 想了去綁有錢人 馬江燦、李偉 魏秉堅 蛇仔明後期才加入 黃燦就是黏蘇燦 黏秉堅就是交車師傅 交車師傅 李偉就是… 黃錫斌的舊夥企 明白 由李偉… 因為你也不知道 綁誰有錢人 你綁到他就沒有現金 然後李偉就幫黃錫斌 打過工 籌劃了去綁他的兒子 但我在這裡自己補中 黃燦球 綁黃燦球 綁黃燦球 我覺得他們部署想錯了 因為後期他綁黃燦球後 在厚禮仙長夜總會出來 十二點多點出來 維基信在他的專欄中 不討厭 也說過他當晚 撞到黃燦球 還問他去哪裡 後來第二天就見不到他 信哥應該跟他差不多年紀 對,跟黃燦球熟 差不多年紀 當年仙長很聞名 六角飯店那間仙長 後期就是過了清城夜總會 即是舊六角飯店 在高士丹部 先掌夜總會 先掌夜總會 到70年代初 70年代後期 仙長還有在這裡 有 70年代後期有 我當時在做報館 我也記得 唱紅了誰 現在有個歌手還在唱 就是方依琦唱出來 方依琦唱出來 方依琦唱出來 仙長很後期 方依琦唱出來 方依琦不是很老 方依琦應該小我一點 但他就是仙長唱的 最久是長著仙長 方依琦 他在仙長燒炎出來 黃燦球被人夾了 夾了之後 切了耳朵 後來 寄給黃石斌 黃石斌 黃石斌 他中間試過 走過 走掉了 後來被他們捉回頭 才再切他的耳 然後再… 我看回這些資料 就是他試過走掉了 夾了他之後 他試過有一段時間走掉了 走掉了之後 然後捉回他之後 然後第二次才掛掉 這個我不記得了 後來的耳朵 我們猜不到 好,休息一會 待會再看